大家好,欢迎来到《Jay Talk Dry Talk》之旗案实录,我是兆A 我是小豆,很多妈妈都很疼自己的子女, 情愿委屈自己都想给最好的东西他们,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宗案一样, 一个单亲妈妈为了担起头家, 她不单单一个人打几份工, 而且还过着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秘密人生, 到底她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吧! 34岁的Page Burfield,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世, 之后跟着家人去科罗拉多州生活, 她从小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 除了很喜欢和家人相处之外, 她还很向往拥有自己的家庭和小朋友。 Page在高中毕业之后, 顺利入了佛罗里达大学读护理学, 在那里遇到她的初戀Ron, 两个人很快就代入爱河, Page为了和Ron建立家庭, 她未毕业就退了学, 之后他们搬回去科罗拉多, 很快两个人就结了婚。 起初两个人的生活非常甜蜜, 但当Page提出想生小孩的时候, Ron就觉得两个人太年轻, 不想被小孩成为他们的妇女而拒绝, 令Page很失望, 一直到1997年, 两个人就分开了。 只是离了婚没多久, Page就认识了另一个男孩, Rob Dickson。 Rob的家里很有钱, 他爸爸打伴给他做生意, 所以他收入都不错。 两个人只认识了一年就结婚, 婚后他们搬去Grand Junction, 他们在那里买了一间有成6000平方尺的屋, 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在外人的眼中, Page的生活似乎是很幸福美满, 但实际是, Page的生活并不是好像大家所想的一样。 虽然Page的生活都算是衣食无忧, 但Rob这个人很大小, 经常喜欢乱卖东西, 而且他个人很冲动, 很多东西都不想清楚就去做, 这种性格都令他在做生意方面处处碰壁, 因为之前做生意的资金都是来自他爸爸, 当这笔钱用完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笔又一笔的债项。 公司财政出了问题, 加上供楼的钱, 子女的教育开支, 一家人的生活费, 这些支出都给Rob很大压力, 也因为这样, 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令他大发脾气。 Page一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毕竟他觉得夫妻本事同临了, 大难临头又怎样可以各自飞呢? 所以当老公发脾气的时候, 他都默默忍受, 而且还会想办法帮老公解决债务的问题。 Page在社区开了舞蹈班教小朋友跳舞, 又加入传销公司买厨具和婴儿用品, 无可否认Page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孩, 凭着她的魅力和口才, 这几样生意她都做出不错的成绩。 很多父母都把小朋友送去跟Page学跳舞, 而且在传销公司那里, 他很快就成为了高级销售员, 还试过赢得一次免费的全家旅行。 虽然Page是赚到不少钱, 但这个速度远远都追不上Rob虚钱的速度, 而且Rob也没有珍惜过老婆的付出, 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过分, 除了会骂老婆之外, 有时还威胁要对子女做出不利的行为, 令到视子女为命根的Page都很担心。 2004年10月, Rob在跟Page吵架的时候威胁要拿走三个子女的抚养权, 还说要对她们下手, 吓得Page立即报警。 不过当警察来到之后, Rob就否认自己有这样说过, 因为没有证据, 警方只是跟他们做了简单的登记就离开。 去到2005年10月, Rob在发脾气的时候动手打老婆, 令到Page再一次打去警署报案, 这一次Rob终于被告上法庭。 Rob跟Page在2006年结束了他们8年的婚姻关系, Rob宣布破产后搬回去费城和父母住, 留下了三个小朋友和那间未公园的屋给Page。 Rob的债务一下子就转移到Page身上, 单单是公楼的开支, 每个月就已经赶紧要6000美金, 加上自己和三个小朋友的日常开支, Page的经济压力可以说是非常大。 不过为母即强,Page很快就振作起来, 她投入更多时间和心机在几个生意上, 为的就是不用卖了一间屋, 维持小朋友的生活质素。 虽然Page承受着很大压力, 但她在人前永远都保持乐观开朗, 而且无论几忙都好, 她都坚持出席每一个学校活动, 令大家都很佩服她这种坚强。 凭着Page的努力, 债务很快就还了, 而生活都重上轨道之际, 她还重新投入一段爱情。 还记不记得Page的第一任老公Ron? 虽然他们当年分开了, 不过两个人依然保持朋友关系, 经常都会和对方联络。 而在Page和第二任老公离了婚之后, 她和Ron都发现双方对对方还有感觉, 于是他们开始想, 两个人会不会有机会在一起呢? 因为Ron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距离Grand Junction有300多公里, 驾车的话要4个多钟才可以去到, 所以两个人不可以随时见面, 一直都只是用电话联络。 直到2007年6月28日, 他们决定相约在两个人的中间点, 伊格尔那里约会。 这一天,Page一早就出门口, 临出去前, 她请保姆帮忙照顾三个小朋友, 而且赶下自己会在天黑前回到家。 Page和Ron在伊格尔夜餐, 两个人度过了一个很开心的下午, 到晚上7点, 他们就起程回家。 Page怕几个小朋友等久会担心, 所以特意打回去跟他们说, 大约9点就会回到, 但可惜几个子女等也等不到妈妈回来。 到晚上11点, 大女因为太惯着妈妈, 她不停打去Page的手机, 不过就一直都没人接听, 于是乎, 白岁的大女就用幼乱的声音留言, 很焦急地求妈妈快点回来。 她的留言真的令人听到都觉得心痛。 在两天之后, Page的爸爸Frank收到警方的电话跟她说Page失了钟, 问她Page会不会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 不过Frank就很肯定地跟警方说女儿不会这么做,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试过不回家, 而且几个子女对她来说太重要, 她就算是断了两脚, 都一定会用手针爬回家见几个小朋友, 所以她认为女儿一定是出了事。 既然Page的爸爸这么说, 警方就以失踪的方向调查, 而最后一个见过Page的人, Ron就自然成为了第一个嫌疑人。 Page和Ron见面后就失踪了钟, 会不会是他们两个见面期间发生争执, Ron太生气就狠心对Page下毒手呢? 不过Ron就说自己没做过, 他说当天他和Page见面后大家就各自回家, 在晚上9点左右, 他收到Page的电话, 当时Page说自己快回到Grand Junction, 回到家就会再打来报平安, 不过自此之后他就没再收过Page的电话。 在第二天他也有试过打给Page, 但手机一直都没人接听, 终于在Page失联了两天之后, Ron因为太担心打了去Page家问, 那时他才知道Page一直没回过去。 Ron当下都觉得Page可能出了事, 所以他立刻报警和赶到Grand Junction看看, 如果Page的失踪真的和Ron有关的话, 那为什么他又要报警呢? 不单止如此, 警方的调查都证实, Page打给Ron的时候, 他的手机定位和驾车的GPS都显示, 当时他是Grand Junction, 而Ron也真的身处丹佛, 所以Ron的确是有不在场证据。 而且自从Page失踪了之后, Ron表现得很忧虑, 看得出他真的很担心Page, 这些情绪都不是轻易可以扮出来, 所以警方都相信Ron不是疑犯。 那Page的第二任老公Rob呢? 他曾经就试过对Page使用暴力, 亦因为敢而被判监, Page的失踪会不会与他有关呢? 不过警方都很快排除了他的嫌疑, 因为他们查到事发当日Rob 一直都在费城的父母家, 所以他都有不在场证据。 当地很多人都很关心Page失踪的事, 有大约150个居民自发组织搜索队, 在Grand Junction市内和近郊地区运Page, 他们在一条由城市通往东南部郊区的高速公路旁边, 发现Page的支票簿、 提款卡、会员卡等个人物品, 这些物品一样一样地散落在地下, 就好像想引领调查人员去一个方向, 会不会是Page被人捉走了, 那些卡就是他留下来的线索呢? 警方在附近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又派潜水源到河道找, 但那里的范围实在太大, 而且地形有复杂, 所以最终都没有任何结果。 2007年7月1日晚上10点左右, 警方收到一个报案电话, 有人在一个停车场看到一辆烧着着的红色福特车, 警方来到的时候, 车已经烧到烂了, 就算里面有头发, DNA或者指纹等都一早被大火毁灭了, 不过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就证实这辆车是属于Page, 而且他们还发现隔駛座的位置有点奇怪, 隔駛座差不多被拉到最后, 但Page的身高只有163cm, 拉到这么厚的话, 他的脚根本就吊不住油门, 所以最后驾过他车的人一定不是他, 而是一个高过他很多的人。 另外警方又在车尾箱找到Page平日会随身攀带的记事簿, 令人意外的是本宝竟然没有被大火烧毁, 但奇怪的是本宝里面6月26日去到6月29日这4月被人撕走了, 那会不会是空手在这4天里面有跟Page联络过, 他就是为了避免警方查到自己, 所以撕走了一个记业呢? 警方打算查一下Page失踪前几天的通话记录, 看看会不会在里面找到相关的线索。 同时他们有调查Page的电脑和银行户口, 结果一查就查出Page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警方在Page的电脑里面发现他在一些网站下了广告, 声称可以提供应照女郎的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按摩、脱衣舞和角色扮演等。 知道了Page这份职业之后他的家人都很惊讶, 因为Page给他们的印象一向都是聪明乖巧, 为什么他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呢? 不过Page的好姐妹就说其实早在1990年他就已经做这一行, 当时他用假名在丹佛的会所兼职跳舞, 凭着他的美貌和个人魅力,Page很快就存下了一帮支持者。 之后可能是因为等钱花的关系, Page在和Rob离婚后甚至开始用Carrie这个假名, 成立了一间公司宣传和接客。 Page的好姐妹说Page之前说过有个叫Lester的麻烦客人经常纏着他, 那会不会是Page和客人之间的冲突令到有人要对他下毒手呢? 与此同时,警方在Page的通话记录中锁定了一个可以的电话号码, 那个号码在案发当日打过5次给Page, 最后两个电话更在案发当晚打过去。 而奇怪的是,自从Page失踪之后,那个电话就没再打来, 这个人会不会与Page的失踪有关呢? 警方也想找他出来调查, 但这个号码是来自一部抛弃式手机, 即是类似电话柱的卡用完就没有, 而且这个电话是追踪不了Gage的身份。 不过幸好警方查到一部手机在Walmart卖出, 他们看店铺的CCTV和查记录就发现, 买手机的刚好又是一个叫Lester的人。 56岁的Lester非常高大,身高有195cm, 他是一个汽车维修工人。 在警方发现Page的车时, 曾经带警犬去调查, 当时警犬将他们带到对面街的一间车房, 而那里正正在Lester工作的地方。 不单是这样,Lester一早就有犯罪前科, 他曾经试过因为侵犯、 嘔打和绑架等罪被判监三年。 当中有一次他恐吓分居的老婆说要杀了对方, 又对对方开枪。 幸好子弹只拆过老婆的头, 没有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 这些线索都说明,Lester有可能是令Page失踪的兇手, 于是警方在2007年7月5日就请了他回来调查。 Lester在整个过程中都很合作, 他不单是愿意被警方采集指纹和DNA, 还说可以给自己的车警方调查。 不过当警方跟他提到Page这个人的时候, Lester就说不认为对方, 他还说买抛气息手机那个不是自己, 一口咬定警方是认错人, 这一点就令警方很怀疑。 既然他这么说, 警方就请Lester老婆来调查。 老婆说案发那个星期他去了旅行, 所以不清楚Lester那段时间的行蹤。 不过当他看到超市那段CCTV片段的时候, 他就一眼认出那个是自己老公。 即是Lester说没卖过手机很明显就是一个谎话, 他一定是想掩饰些什么。 于是警方去了Lester做事的车房里搜索。 他们在那里找到假发、韦哥, 一本记录了很多女性外貌特征的保险。 一个抛弃式手机的包装盒, 一件和Page赤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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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他的内衣。 这些证据, 基本上都可以肯定Lester和Page的失踪有关。 但他们未找回Page, 那他们又可以用什么罪名去控告Lester呢? 于是警方只可以加紧搜索, 希望可以快点找回Page, 但无奈的是他们一直都找不到, 令事情陷入了僵局。 本来以为这件案会变成原案, 但想不到在5年之后事件再次突破。 2012年3月, 一班旅行人士在距离发现Page的证件 那里大约10公里的位置发现一堆骨头, 当中就包括一个人类的头骨。 最终警方经过比对DNA和牙科记录 就证实他就是Page的围体。 Page的头骨附近有些膠带, 代表他生前有可能曾经被人绑住。 另外他拳骨有严重骨折, 证明他曾经受到多次嘔打。 既然Page的尸体已经找回, 之前有这么多证据都证明 Lester就是对Page落手的真空。 于是警方拿回资料, 打算对Lester提出起诉。 而就在这个时候, Lester就自己送多一个证据给警方。 当警方打去和Lester商量 如何还回车给他的时候, Lester就不知为什么自己重复了几次。 你们是否想问我把Page埋了在哪里? 好像在自爆自己就是兇手似的。 后来Lester可能清醒犯, 知道自己说错话, 他就很心急地收线。 因为有他这句话, 警方在2014年11月逮捕Lester, 去到2016年7月, 也就是事件发生的9年之后, 法庭终于就这案件开審。 辩方律师认为, 警方只是根据他们找到的间接证据 去推测Lester就是杀Page的真空, 但事实上, 法医没有办法确认Page的死因, 也没有指纹或DNA等直接证据证明Lester就是兇手。 所以他们认为这件事的兇手有可能是Page的其他客人, 认为法庭应该判Lester无罪。 经过了22日的辩论之后, 陪审团依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 没有办法将Lester定罪。 不过负责这案件的警员就没有放弃, 他重新整理和研究所有资料, 结果发现Page遇害当晚Lester曾经拿着老婆格车 在车房对面的停车场中兜圈, 几日之后, 警方就在那个停车场中找到Page的车, 因此他们推测Lester是最后一个见过Page的人。 换言之,Lester有可能是真空。 警方向法庭提交了这个证据, 他们重新发起了审讯。 在2016年11月21日, 陪审团终于达成了共识。 最终在这案件发生了10年后, Lester被判一级无杀罪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 Page是一个好妈妈, 为了给最好的生活几个小孩, 她不惜一个人打几份工去赚钱。 无论这些工作光不光彩都好, 只是这份无爱就已经令人感动。 可惜变态的Lester奪去Page的生命, 同时奪去三个小孩的依靠。 在Page遇害的时候, 她最大的小孩才只有8岁。 真的很难想象, 没有妈妈在他们身边的日子, 他们是怎样过。 不过, 慶幸的是, 最终警方都可以将空手承之于法。 虽然中间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总算给一个交代Page的家人。 喜欢我们的, 记得做齐comment, like and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 那我们出新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了。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150anb, 来议着我们的最新资讯和我们互动。 下次再见, 拜拜!